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在生活中也在不断地演绎着 尤其老师灿烂的微笑 发自内心的对人的关怀和尊重 不知道温暖了多少人的心 接下来我们请老师给我们讲解 尊敬的这位领导 这位老师 这位贵宾 这位企业家朋友们 大家尚无好 这个不学理无以利啊 所以这个礼貌很重要 刚刚主持人都还没有介绍完呢 我就冲上来了 所以确实啊 活到老 学到老 学到老呢 学不了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虽然在各地啊 跟大家交流 推广 传统文化 那是 说得好 更重要的要 做得好 而确实啊 我自己呢 是抛砖引玉 这一次的论坛 来自全国各地 很多真正落实五轮关系 落实传统文化 在家庭 在企业当中 甚至于在社会 在很多的公家团体当中啊 他们都是身先士卒的在做 他们是真正呢 做得非常的用心 做到了 他就一定呢 能说得出来 所谓真感情 好文章 所以这一次的盛会啊 确实是非常的稀有难逢 那 人生的缘分 那都不是偶然的 所谓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我们有着共同的使命 为往胜 济绝学 为万事 开太平 所以大家呢 共聚一堂 而 今天呢 跟大家交流的 题目啊 是人为什么要遵守 五轮关系 其实很多的人生道理 只要我们能静下来 用心去感受 就能体会到 这些道理确实啊 真实不虚 比方五轮关系里面提到 军人 成中 我们的国家主席 胡锦涛先生 重视我们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 那是为了我们千秋万事的中国人着想 而我们跟胡主席的关系 他是国家领导人 他是军 我们是臣 所以领导者 为后代子孙着想 这个人心 不只为我们着想 还为后代着想 所以我们赶配主席的这一份仁慈之心 那我们做老百姓 我们不管在哪一个工作岗位 我们有一份忠心去落实 去弘扬 军人 成中 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体现出来了 所以也因为我们对自己的国家 以及民主 有这一份忠心 所以我们共聚一堂 来到唐山 来到暖南 而且 我们这一次的会议 聚集了全国两百 光是其他地方的义工就有两百多 再加上我们唐山的义工 那可能我看超过五百都跑不掉了 所以在这里 其实我们虽然课程还没开始 我相信大家从报道到现在 事实上已经从这些义工们的身上感受到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无私的付出 所以在这里呢 也借由大家的掌声 感谢这一些所有来自各地的义工 我们 我们 其实 静下心来 轮场 大道 就在我们的身边 可以感受得到 人 为什么要遵守 五轮关系 因为呢 五轮关系 是道 传统文化的核心 道德 不知 道是五轮之道 其实天地万物啊 都有它运行的道 人有人道 天有天道 甚至于是河川 都有它流的这个水道 假如河川不依照这个水道去走了 那它可能就会溃体 会泛滥 相同的天道 这一些星体运行啊 都一定有它的轨迹 不按照这个轨迹啊 那铁定 那星球跟星球啊 就相撞了 所以呢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 所以效法天道 都有它运行的 轨迹 规则 常道 所以老子也说啊 知常 约明 不知常 望做 凶 知道做人的常道 不愉悦的去 落实这些德行啊 这个人是明白人 知常 约明 不知常 不知道这些做人的常道 就会产生很多 人生的凶项 这个凶项啊 不只呢 会害了自己 甚至于呢 会害了下一代 因为我刚刚 坐着的时候呢 看好像 很多人的脖子 都挺酸的 所以现在 先坐下来一下 可是我坐下来 好像后面的人 脖子又变酸了 所以有时候 做人 要寻这个中道 所以这个时候 这么讲应该 比较差不多 好 好 所以呢 我们其实 这个常道啊 并离 并不会离我们 很遥远 比方 五常啊 仁义 理 自 信 处处替人 着想 仁爱的心 有一个老奶奶 她都会啊 煮一锅水 然后放在路边 让赶路的游人呢 出外的游子 刚好汉流浃背呢 有一杯水 可以喝 关心不认识的人 很有人爱心 而 她的孙子辈 当看到奶奶 把这个水 扛出去之后啊 小朋友很好奇 到底有没有人 会喝呢 所以通通啊 躲在那个树旁 后面 等着看呢 有没有人 喝水 而当第一个 路人走过 喝下那一杯水 本来很口渴啊 喝到这个甘露水了 露出了很欣慰 很欢喜的笑容啊 所有这些孙子呢 非常兴高采烈的 冲进房子里 说奶奶奶奶 有人喝了 有人喝了 其实我们想想象一下 这一些孩子 当他看到路人 那种灿烂的笑容 他可以感觉到 助人为乐的快乐 而我们想想 这一份助人为乐的心 可能就从 奶奶的这个身教当中啊 沉传到 他的孙子的心里面 而他的孙子辈呢 现在都已经四五十岁了 结果 这些孙子 因为从小受到奶奶 这种处处关心人的影响 各个事业都发展得非常好 因为福田 靠心根 这个是有人爱的心啊 沉传下去的 他后代都兴旺 那一天我听到 一位企业家 他说到 从小他母亲 就教他 对别人 要比对自己好 要先人后继 而他的母亲啊 确实把他演绎得非常彻底 那个时候 他母亲种的粮食啊 都是给 第一一定给父母 再来给兄弟 最后才给自己 后来呢 他又从事教育工作 看到学生饿得受不了了 他又把自己的粮食 又分给学生饿 甚至于自己 因为营养不良啊 这个水 脚都肿起来了 后来呢 这一位企业家 他出来 创业了 他一开始 不理解母亲啊 他说 你叫我 都要先为别人着想 都不要去争 结果好的机会 通通给人抢走了 我都没机会 所以看这些 做人的道理啊 不能只看眼前啊 要看长远啊 他那个时候啊 刚出社会 确实对母亲 比较不能理解 觉得自己 好像损失很多了 后来啊 他有一次坐公车 看到一位老太太啊 上车来了 他很自然的 因为从小就是这么教 他就让这个老奶奶 先坐下来 老奶奶看到这个年轻人 这么样的真诚呢 就跟他聊起来 结果这个老奶奶 刚好负责一个工程 这个工作啊 就给了他做 这是他第一个事业 后来就从那个事业以后 他就一帆风顺 现在事业做得很好 他说就是因为 他母亲的教育啊 让他结上了这些善缘 而且他现在事业做得很好啊 他终于明白了 是他的母亲 积了这么多的善德 才辟应他能有这么好的事业发展 就明白了 所以义经告诉我们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父母祖先做了很好的事情 后代子孙啊 能得到福音吗 而这位结家也说到 当时候经济快速发展 那些都不顾别人 只有自己的人 虽然抢到了眼前很多机会 但是后来很快啊 就败下来了 所以我们感受到 现在很多企业家 他假如不按照道德去经营事业 赚的是不义之财的时候 他的事业很快啊 就会败下来 这个就是凶项了 所以前几年有一个数字提到 中小型企业平均寿命2.9年 大型企业平均寿命7.8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依照常动 我们看同仁堂 我们看同仁堂 他已经两百多年 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他们凭的就是真正是 为苦难病均寿命中的大型企业平均寿命中 所以他可以三百多年 现在事业还做得很好 这个是在事业当中 家庭当中呢 也得要遵循常动 那道在哪里呢 其实道就在生活的点滴当中 比方吃饭也是道 我记得小时候吃饭 都是我们孙子辈的 去叫爷爷奶奶吃饭 而且记忆当中 跟爷爷也很有默契了 爷爷礼拜一可能在哪里下棋 礼拜三在哪里跟好朋友谈话 有这样的默契熟悉度 所以常常找到爷爷了 远远的呢 就叫爷爷吃饭了 而当这个声音传到爷爷的耳里了 爷爷很欢喜的站起来 说我孙子叫我吃饭了 而其实邻居们坐在两旁 听到一个孙子在叫爷爷吃饭的时候 都会很自然的不出微笑来 因为都同样感觉到 这个天伦之乐 我爷爷牵着我的手 祖孙俩走回来吃饭了 而且吃饭谁先上桌 爷爷先上桌 我们给爷爷盛饭 这个叫孙道的入食 所以弟子规当中提到 若饮食吃饭 或饮食或坐走 坐下来走路的时候 长者先 一定是爷爷奶奶 父母先走 父母先吃 幼者后 所以这个道往往都在生活的 先后顺序当中传承下去了 而这个先后顺序假如倒过来了 那这个道就没传下去了 这个是我们差不多三十年前 是这样子在做的 可是现在二三十年之后了 不是孙子叫爷爷奶奶吃饭了 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爷爷奶奶叫孙子吃饭了 还要三请四请 跟他谈条件 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来吃饭 一拉回来了 谁先吃饭了 孙子先吃饭了 现在大一点的孩子 父母爷爷奶奶还没吃 他先跳上去 把自己喜欢吃的通通都吃掉了 他有没有去想到他的父母 爷爷奶奶 这个问题很严重 当一个孩子从小连父母都想不到 那他以后会想到谁 而当他以后谁都想不到 只想自己的时候 请问他从事哪一个事业 会有成就 因为每一个行业 全部都是为人民服务 那要服务得好 首先且设身处地 为人民 为客户着想 而这样的心态 其实在小时候就在这根 所以为什么说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因为他那刻时时刻刻的体恤他人 为人着想的心 从家庭 从对父母当中 就已经养成了 绝对不是大学的时候 再来修这个为人着想的学分 他都为自己想 想了二十几年了 有没有可能说 花十个小时的时间 上一堂课 就开始为人着想 不大可能 所以老祖宗这些话 都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印证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而什么时候长他的孝心 长他的爱心 都在这些生活的细节当中 自自然然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所以现在的孩子吃饭都是只想到自己 有一个计程车司机 他刚好载了一位台湾同胞 经过黄河的路上 这一位台湾同胞 他看到黄河 这是我们民主的母亲河 特别激动 要求呢 这个司机把车停下来 他要躺在黄河堤旁 听听母亲河的流水声 结果两个大男人就躺在堤旁 没多久啊 这个计程车司机就哭起来了 这个台湾同胞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他说到啊 我呢 辛辛苦苦的做事业 就希望呢 把下一代交好 就希望他健康 所以我省吃俭用 每一天呢 给他一吃鸡腿吃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结果呢 刚好昨天呢 我感冒了 我的太太啊 觉得我应该补充一些营养 所以就把昨天的那个鸡腿啊 很自然的就拿到我的面前 说先生啊 你感冒了 身体虚啊 应该补一补 就在把鸡腿拿到 先生的面前的那一刹那 他的儿子 突然呢 给了他妈妈一巴掌 然后对他妈妈说 那个鸡腿啊 是我的 吃东西顺序不对了 那孩子都觉得 这些是我的 应该给我 所以努力有结果啊 但不一定会有好结果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我们冷静看看 五千年来 无数的家庭沉船 而五千年来 无数的父母啊 教育着他的下一代 请问大家呢 这五千年来 哪一个时代的父母 花的时间 金钱 教育孩子 是最多的 哪一个时代啊 我们这个时代啊 好 哪一个时代 教出来的效果最差 你们说的 我没有说 这值不值得冷静思考 我们企业家 是最注重 效益的 最注重 评量的 做完要评估清楚 怎么会付出的时间 今天经历多 反而 效果比较差 这个值得思考 有一句成语啊 叫 本末 倒置 教育抓到 术末了 就累死了 抓到根本了 就省力了 所以 这一些教育的道 都在生活当中啊 去落实了 现在 老人家 父母 去叫孩子吃饭 这个就 违反常道了 甚至于是 还得要 喂孩子吃 这爷爷奶奶 喂一口呢 还得陪他 饱个 三五十公尺 所以现在 可能要开一个 补习班 叫爷爷奶奶 马拉松训练班 这个爷爷奶奶 喂孩子吃饭 得体力要 训练好才行 以至于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孩子也在 父母 爷爷奶奶都在 请教大家呢 这个家庭聚会啊 第一口再夹起来呢 先给谁吃 按照古代来讲啊 一定是先夹给父母 就夹给爷爷奶奶吃 假如在古代 都有文化沉传的时候 我们一有好吃的东西 先拿给孩子 而不拿给自己的父母的话 那会给人笑掉大门牙 会觉得 这个父母不会教育孩子 没有见识 而我们用心去感受 孩子的心灵状态 这个很重要 因为教育呢 绝对不是孩子的身体 成长了 长大了 就是教好他了 也绝不是孩子的 成绩上去的 是把他教好了 也绝不是孩子 拿到学历了 就是把他的人生幸福了 这个看的呢 还得要深远一点 所以呢 在 我们 传统的经典 礼记 这一本书里面 有一篇文章 叫学记 里面 里面 就讲到 教育呢 教业者 掌善 而救其师 这个是教育的两大 主轴 长善心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做每一个动作 对孩子心理的影响 是什么 我们把菜第一口 都先夹给他了 日积月累了 他觉得家里吃饭了 都应该先想到他 父母给他夹菜了 爷爷奶奶也给他夹菜了 在这个餐桌上 地位已经很分明了 谁的地位最高 孩子的地位最高了 所以这个菜一夹呢 小皇帝 皇太后 就夹出来了 而当这种情况 持续下去的时候 孩子会形成一个态度 就是家里的人 对我做的事 都是应该做的 这个就麻烦了 所以我们 观察一些社会现象 像我记得有一年 情人节的时候 有一份报道啊 说到呢 情人节呢 很多人去吃情人餐 其实我们一听到情人节啊 这个情字啊 应该是有情意的人 而事实上呢 情意啊 他是有个源头了 他会爱父母了 他才能去爱他人 假如连父母都不爱了 我们想想 这个人有情意吗 这个很值得上去 所以应该 情人节首先啊 应该要先想到父母的恩情 才对啊 所以这个情人节啊 是西方的节日 所以孝道呢 是我们民族的根本所在的 而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呢 去吃情人餐的 人当中 有超过一半 都是在校的学生 那我们冷静想想啊 他到大都市里的餐厅 吃一顿 吃一顿 几百块可能就没有了 而这些孩子们 大多来自农村啊 农村他的父母 收入都是很有限的 很可能他吃那一顿之后 他父母一个月的心情 劳作就不见了 可是问题来了 孩子心不心疼 他不心疼 他高兴就好了 他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去做 他的心没有时时想到父母 因为我们没长他的笑心 所以很多父母 买很好吃的水果 刚出来的水果都很贵啊 可是往往 都是趁着呢 爷爷奶奶上楼去的 赶快把孩子叫 叫到房间来 哎呀 这个一两多少钱啊 妈妈特别买给你吃的 孩子吃的很高兴呢 这个妈妈还到门口去站岗 怕突然爷爷奶奶下来了 不好看 然后呢 站在门口说 孩子慢慢吃 别噎着了 这种情境呢 我们交给孩子什么 他会学得很彻底哦 请问以后啊 他有好吃的给谁吃啊 他在那学到什么 学到私情 我喜欢谁啊 我就给谁 我不喜欢他 纵使他对我有天大的恩德 我也不理他 这个就是传承的私情 私情 所以这往往小时候是这么教的 他长大了 他当然留给他的孩子吃 甚至留给他的男朋友 女朋友吃了 这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孩子心灵的发展 我们听到现在啊 有小学生 开学啊 就自杀 因为觉得课业压力太重 我那时候看报纸 开学 上海就有两个小学生自杀 一个孩子 连小学的时候就痛苦成这个样子的 哪怕 他每一次考试都是第一名 他的人生会幸福吗 而我们现在 父母老师 很多的长辈啊 对孩子真的是 用心的教育他 希望他成绩好 很辛苦的 督促他 可是我们的上一代啊 没有那么辛苦 上一代可能生了五个孩子 八个孩子 读书都是很主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父母太辛苦了 他们觉得呢 我应该好好读书 以后有了成就 赶快让父母享福 不要再辛苦了 所以我们的上一代 他的内心里面呢 都有孝心的沉船 孝心成为他一生的动力 所以教育啊 教肖太重要了 所以孔老夫子讲 福孝得之本也 道德的根本 教之所有生也 教育 一定从 孝 来教 我们 曾经听到一个 也是山东 一位孩子 他的母亲 生病了 尿毒症 后来他的父亲呢 就抛弃了妻子跟孩子 离开了 他的母亲 一来呢 是生了重病的打击 再来 先生又离他而去啊 精神上啊 崩溃了 就自杀了 而因为母子 连心 他的孩子 很快的发现 母亲 的情况 赶紧送医啊 把母亲呢 从鬼门关 救回来了 而这个孩子呢 跪在母亲的 病床前 说道 母亲 只要你活着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您绝对 不能再寻 短见 我一定好好读书 以后治好你的病 母亲感受到 孩子自成的笑声 点点头 答应了孩子 这个孩子 那个时候 好像是六年级左右 之后呢 他必须扛起 一个家的重担 还要负责 照顾他母亲的健康 所以我们想想呢 这个孩子 他比其他的同学 有少的时间呢 去温习功课 可是他 每天生活得很高兴 因为只要母亲活着 就是他最大的安慰 这是他的孝心 后来这个孩子的成绩 不只在班上名列前茅 还代表 这个审市啊 去参加比赛 都有很好的成绩 后来这个孩子 考上大学了 然后还背着 母亲啊 去读书 整个学校了解到 他的情况了 他自己还半工半读 赚钱 养活母亲 感动了学校领导 跟同学 捐了一笔钱呢 给他 把他母亲的病 这个尿毒症治好了 而且剩余的钱呢 他还不拿 把剩余的钱 成立一个基金 他说 还有其他的家庭 同学比我更需要 我们看到了呢 一个孝子 他很自然的 有人爱的心 去关心别人 所以他整个 有孝心的动力 他的成绩啊 都不用人家去吹了 不用人家去推了 而我们现在的孩子 假如没有这一份孝心 那他可能呢 得要让父母 老师啊 一直推着去读书 他不是主动的 那我们看看呢 现在推孩子读书啊 什么动力 在推着他 很可能孩子要求呢 你要让我考一百分啊 要给我五十块 还是一百块 那他的动力就是利 可能他生了一个年纪以后啊 他会贴个白布条 他说抗议 我的同学现在考一百分啊 是两百块 我要加薪 那他的欲望会越来越高啊 那很难满足他啦 而且呢 孩子他读书 假如是一直给人家推的话 请问我们能推他 他推到什么时候 推到考上大学了 推了十几年哦 但是他不是孝心 不是责任心去念书的时候 一进入大学 很可能成为这个孩子 堕落的地方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的孩子 念的上了大学了 不读书了 那前面推了十几年 值得吗 我们得从根本解决问题 才行啦 所以我曾经看到电视里面呢 那个大学联考一考完 学生从三楼四楼啊 把书包就扔下来了 其实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看到这一幕都很心痛啊 孩子读了十几年书 居然对学习这么厌恶 以后没人管他的时候 他根本不读书了 而现在大学里面 外面很多旅馆 很多网吧 孩子很可能都染上色 染上这些欲望 有时候连拉都拉不回来 所以孝心德行先扎根啊 面对这些诱惑 他才能如如不动啊 所以教育孩子得看他的一生啊 不能只看他眼前的分数啊 而真正有孝心 有善心 有责任心 他的成绩啊 父母老师不用太担心了 他是完全主动的去学习了 而我们在想想 这个孩子 他念大学 他有责任了 他会把这四年 好好地提升他自己 所以孩子要去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父母长辈 有没有提醒孩子 家庭社会国家 已经栽培你十多年了 你要珍惜这个读书的好机会 以后出来可以奉献社会 提醒他 让他进校园的心态 就非常的正确了 而孩子他大学毕业出来了 假如他的责任心没有形成 那很可能还得父母 给他找工作啊 拿着一个大学毕业证书 可是没责任感 父母透过很多关系 终于把他找个工作了 三推四推 这个孩子去工作了 做了一个礼拜呢 他把老板给辞掉了 那请问这样的孩子 我们得担心他多久 再来他以后还要成立家庭啊 他没有责任心 没有孝心的时候 那他能把家庭给经营好吗 他没有一种跟人相处的能力 他夫妻关系能圆满吗 甚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 生了孩子了 交给谁了 又交给爷爷奶奶呢 那假如我们没把孩子的德行交好 他的一辈子啊 我们操心都操心不完 所以老子中教育我们呢 自要没落交子 一生最重要的是呢 一定要把下一代交好 不然现在很多的乱象呢 都会呈现出来了 所以刚刚跟大家交流到的 是父子关系 家庭教育的情况 我们应该能遵循常道来教了 而整个五轮关系 我们能依照这个道去做了 不愉悦的去遵守 我们所流露出来的行为 就是德 所以整个五轮八德 五轮关系呢 也是自然的结合了八德 一个人静孝了 他一定能做到 替忠信礼义廉耻 因为他对父母敬忠 他出社会为社会敬忠 他对父母诚信 他也能对他人诚信 他知道不能以德 损害父母的名声 所以他连结 他有羞耻性 所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八德 孝替忠信 礼义廉耻 人爱和平 这个是有两种说法的八德 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十二个德目 而孝白在最基础 因为它是根 我们得找到根本 本末倒置了徒劳无功 花了一辈子的心血 到头来不是好的结果 要君子物本 本力而道生 找到根本了 家道就成就了 事业之道呢 也才能成就得了 本力道生 这个孝是根 替忠信 是做人的本 一个人跟兄弟都处不好了 他这个做人 就很有问题了 对家尽忠 对父母诚信 这个是做人的本 礼义廉耻呢 是做人的支干 仁爱和平 是一个人 他在社会上 所呈现出来的贡献 花果 而我们教育的话呢 不能直接就跳仁爱和平 得先从根上落实 所以下一代呢 写考卷啊 为人着想 他都一定能答对 可是他实际上 不一定做得到 因为他没有这个 爱的根 效 而我们看呢 这个教育啊 他是顺着人性去教 很多朋友呢 他看这些学生们 学的传统文化 改变很快 哇 那这个传统文化 是不是有什么魔力啊 怎么可以给人洗脑 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老祖宗呢 几千年来 他是顺着人性去教 顺着人性 所以特别容易让人接受 而人之初 信本善 人都有那一份善行 所以很多人会跟我们交流到 传统啊 传统啊 他都已经几千年了 面对这个新的时代 还用得上吗 其实我们看到传统 就知道他是一直沉传下来的道理 而整个传统文化呢 他是道德 他是五轮 而五轮当中最核心的 是父子有亲 父子关系 孝道 而孝道呢 他是天性 我们看到那个孩子跟父母 那种亲爱啊 那不是谁教他的 你看那个小孩 一两岁看到父母 抱着父母的那种依恋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是天性 而传统文化呢 就是让孩子这种对父母的爱 终身保持 再让这种爱呢 能扩展到从父母 扩展到兄弟 扩展到家人 家族 以至于扩展到灵理相当 最后到社会 允足 他是顺着人性教的 所以其实他是爱的教育 他也是做人的教育 那我们想想 笑 五千年要笑 五千年后要不要笑 五千年后要学会爱人 那五千年前要爱人 五千年后要不要爱人呢 所以现在我们常说 做事先学 做人 而传统化的核心就是学做人 就不可能说不合乎啊 这一个时代 而我们很冷静的来看 现在所有社会 家庭的不愉快 冲突 其实黑板上 这些智能全部都可以解决 一个家庭里面有笑涕了 他就和乐了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啊 连父子兄弟都冲突了 甚至互相伤害 就为了钱 众利他就轻道义了 所以这些教育啊 不能不抓紧了 人不学 不知做人之道了 而我们看 一个人有忠 那我们这整个各行各业 就兴盛起来了 现在见利忘义了 动不动就忘了 领导的恩德就跳槽了 信 整个 社会啊 假如没有信了 那人人自为啊 今天要喝牛奶 很不放心了 吃什么东西 都怕是黑心 食品 没有信了 以至于呢 连夫妻现在都没有信了 还没结婚前 要先财产 公正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还没结婚 就先想着什么 离婚了 那你看离不离啊 这个就很不保险了 这个基础啊 太不稳固了 好 信 我们看看 这每一个字 都直接针对 现在社会最严重的问题 我记得 有一次刚好 到乡下去呢 见到一个长辈啊 他收集了一些古书啊 我们看了就很感动 那些都是几千年的智慧 我们给他借来看 他都是现装书 都快一百年书了 他看我们这么喜欢啊 他就说 借你们回去看吧 说完以后呢 他又叮咛了几句 说这个书啊 我们这是我们祖传的 传家之宝啊 我没其他的了 你们要多注意啊 别把它弄坏了 我们看长者不大放心啊 接着我们给老人家说了 这样好了 我们写一个借条 不能损坏 什么时候还给你 当我们说要写借条的时候 这一位七十几岁的长者呢 眼睛瞪得很大 他说你说什么 你说的是人话吗 还得要写借条 所以在老一辈的人的心里面啊 一个人讲出来的话就要守信 老祖宗创制也教我们 人的言语叫信 所以当一个人讲话不守信的时候呢 他讲的是什么话 是不是人话 人话叫信 所以当人与人的信用 得要靠法律的时候 人已经越来越堕落了 所以这一位长者那个眼睛瞪得很大的表情 留在我们心中 我们还是得讲人话才好 礼义廉持 往往很多摩擦都是因为不守礼 守礼了互相尊重了 很多的摩擦可能就不见了 冲突就不见了 更不可能会造成伤害 而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乡间 刚好到一个地方看一所学校 刚好呢 学校旁边的这些老百姓们出来了 我们跟他寒暄几句啊 突然这个大婶他就说了 他说你们不是中国人吧 结果我们这些同仁就很激动了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啊 结果他看我们的反应这么激烈 他有点不好意思低着头 然后他说道 那你们怎么这么有礼貌啊 这个话很值得我们行思呢 有礼貌的不是中国人啊 这有两个问题要思考了 第一个 我们五千年来在世界被称为 礼义之邦 假如现在的全世界的状况 是没礼貌的是中国人 那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 用我们的行为 侮辱了我们五千年的祖宗啊 这个罪就大了 第二个思考了 这一位大婶是中国人啊 当我们自己中国人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 那这个是信心危机 金融危机还没信心危机严重 人跟人都没有信任关系的时候 那就麻烦了 所以这个礼要恢复 互相尊重 再来义 人与人有一份道义 有人情味 而不会都见利而忘义了 都不顾彼此了 所以以前的人活着很有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任何情况 他的家人 他的朋友 会鼎力的帮助他 他有后盾 可是现在人不讲义了 心里啊 都没有安全感 发生什么事了 好像人就整个都乱了 方寸了 还有廉耻 有了廉耻啊 各行各业就不贪污了 真解决问题啊 而包含整个 这个民族与民族 党派与党派 种种这些团体之间 有人爱和平了 他就能团结一致 齐心协力 为这整个社会 所以真的五轮八德 绝对可以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社会 跟家庭问题 都是德就能解决得了 而我们看 这个整个人生 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根本 非常的稳固 而他的发展呢 也是顺着人的成长 孝呢 是侍奉父母 是亲 替忠性 是尊重长辈 尊重兄弟 敬长 知干 离异廉耻 他懂得侍奉领导 侍奉单位 侍军 最后呢 爱护大众 我们看到呢 这整个都是循序 渐进的 所以 孝替忠性 那就变成一个人 修身 齐家之本 从孝替忠性 提升上来 离异廉耻 是在各行各业当中 付出 服务 这个是治国 所以在春秋时代 管仲先生 他是治国的良才 他说到 离异廉耻 国之四为 离异廉耻 就像一个国家 四个柱子一样 盖房子的柱子一样 四为 济脏 国乃 复兴 国家也好 团体也好 有离异廉耻了 这个团队一定行亡 但是 四为 不脏 国乃 灭亡 没有离异廉耻了 那这个团体 这个社会就要崩溃了 就是治国 他都是建立在 校庭中心的基础 至于仁爱和平 我们国家主席 胡锦涛先生 特别强调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而事实上 要让社会 家庭 世界和谐 首先 人的思想 一定是要跟和谐相应的 所以有和谐家庭 才有和谐社会 才有和谐的 世界 而有这样的思想观念 现在只剩我们 五千年老祖宗的 中华文化 沉传下来的 其他民族的文化 都没有传承下来 所以七零年代 汤安比教授才说到 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 只有孔孟学说 就是传统文化 能够延续下去 所以其实 中国人 在现在这个世界 扮演的角色 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文化 才能救这个世界 不然你看 这将近一世纪 整个国与国的冲突 战争 太多太多了 怎么化解 得从我们复兴 中华文化 来做起了 而且大家 要想想 全世界的华人 有十几亿人 十几亿的人 做对了一件事 这个世界就有救了 相反的 十几亿人做错了 很可能 这个世界就没救了 而我们读书的时候 常常说 地球村 地球村 地球已经变什么 村 村落了 所以 我们能真正把 孝帝中心 离义廉耻 落实好 进而能仁爱和平 面对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 不同的 世界的国家的人 那就能达到 天下安定 天下平 所以整个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他不是理论 他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得到的 而我们看 地子规 这一本经典 他是我们五千年 家教的一大城 而 虽然他只是一千零八十个字 但是他把我们五千年圣贤人教诲的这些纲领都含塞在这本经里面 而我们看到 而我们看到 因为这一次有很多教育界的同仁 我们看他这些德行有了 他就能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而 孝是根 所以 所以弟子规定 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 兄道友 弟道工 兄弟目 孝在中 所以 弟的根也在孝 中的根在哪里 亲所好 立位聚 他能尽心尽力满父母好的愿望 这是他对父母的忠心 进而能去对 其他的人进这一份忠心 而且弟子规说 己有能物自私 自己有能力不要自私 要懂得去帮助别人 这个都是对人的忠 再来信 凡出言 信为先 弟子规里面信讲的很多 但是呢 也是从对父母守信 进而对他人守信 再来离 对父母守离了 长者先 幼者后 甚至于呢 劝谏父母也要守离啊 现在对父母讲话都非常的傲慢 这不妥当的 所以弟子规告诉我们 亲有过 见死根 父母有过失的时候 我们要恭敬的去劝父们 宜无色 柔无身 这对父母有理 好 对父母的义 都有养育父母的这一份 自我的期许 这个就是义了 连 连结 因为 身有伤 宜清忧 德有伤 宜清修 自己德行不好了 就羞辱父母 而且他有羞耻心 因为他不敢以身 污辱父母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 为什么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把孝道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 因为他是一切德行的根本所在 所以朱熹夫子有一句诗词讲道 问取哪得 清如许 唯有源头 活水来 好 所以这个 跟大家讲到的就是巴德 而五轮 就是落实这个巴德 所以父慈子孝 君人成忠 夫义夫德 胸有地公 这里还有个朋友关系 朋友有信 有信意了 这个是整个五轮关系 其实 人跟人和谐了 这个社会就和谐了 世界就和谐了 所以源头呢 还在人跟人的关系 而这个人与人的关系呢 不离开这个五轮关系 而我们很冷静的来思考 其实 一个人的处世 待人的态度啊 他是从家庭养成 所以有一句老话讲 三岁看八十 七岁看终生 所以家庭教育啊 是社会安定最重要的基石啊 根本 而我们看到呢 夫妇为什么摆在中间 因为有夫妇 而后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 而后才是君臣 朋友关系 而夫妇做好榜样了 这父子 关系就和善 就和谐了 进而呢 因为 孩子都有念父母的恩 都有感激父母的心啊 他到单位去 他就懂得感恩团 感恩他的公司 感恩他的领导 所以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这个关系就这么样 推演开来了 包含 夫妇做好榜样的 兄弟以父母为榜样 他也相处的融洽 他能跟兄弟相处的好 他才有可能 跟同学 跟同事同仁相处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行为啊 他其实都是从这个三轮 家庭延伸出去的 所以《易经》啊 这一本书 对于我们中华传统 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易经》啊 有六十四卦 其中有一卦 就叫家人卦 家人卦里面提到啊 家庭当中啊 有颜君烟 家人有颜君烟啊 父母之位也 家庭里面重要的 有威严的领导是谁呢 就是指父母 父母之位也 父父子子 胸胸弟弟 夫夫夫妇 而家到臣 而家到正 正家 则天下定义 因为家庭是整个社会 国家的基础 好 那我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呢 这个夫妇关系 父子兄弟关系啊 对社会的长远的影响 那夫妇是重要的 夫妇的结合 他对家庭 对社会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 这夫妇的结合呢 家到传承下去了 社会的好的下一代栋梁 也从他们交易出来了 所以以前结婚啊 那是很隆重的事情啊 都要祭拜天地啊 而且呢 这个新郎要出去的时候啊 都得是父亲代表祖宗 然后敬新郎 而且新郎啊 不用回礼 父亲是代表祖宗敬的 所以婚姻啊 在我们礼祭婚礼 礼祭这本书里面提到 上以室宗庙 下以室后室 结婚呢 是成先 起后 把祖宗圣贤好的德行 透过自己呢 沉传到下一代去 成先起后 而这个成先起后呢 还是以我们 这个孝制为核心呢 成先呢 是时时想着上一代 父母祖宗 起后呢 是时时 能想到下一代 孩子 所以上一代 时时想要 有使命教育好 下一代 下一代 时时想着 我的人生 最重要的 要先回报父母的恩德 时时 想着要报恩 所以上一代 跟下一代呢 就很自然的 不分离啊 就是这一个孝制 合成一体 连结婚呢 也都是孝道的落实 所以 我们从这个礼仪当中呢 都可以理解到 婚姻对社会 对家庭的重要性 这个新郎出去了 迎接新娘啊 是新娘的父母 站在门口 亲自把女儿 托付给她 所以不只要对得起祖宗啊 还要对得起 另一半的父母 信任跟托付 所以整个婚姻过程呢 通通都是一种 责任的承担 而女子上车了 上轿了 上去呢 有一个仪式啊 是先把一个 伞啊 往那个花轿外扔出去 一把扇子扔出去 那个扇子扔出去啊 就是呢 以后嫁为人妇了 要负责一个家庭了 所以呢 要把一些比较 安逸的生活啊 那个大小姐的生活啊 要先放下 所以那把扇子是代表 把大小姐的脾气 一起扔出去 大家有没有扔过扇子 没有啊 要补扔啊 你看 那个女子出嫁的时候 《诗经》里面提到 这个 桃枝夭夭 其夜蒸蒸 知子余归 宜其家人 就是女子出嫁的时候 她的心情啊 就好像看到那个桃树 开得很茂盛 她就期许自己呢 我嫁过去一定要让 这个家庭兴旺起来 很美好的愿望啊 有没有哪一个女子 她要出嫁的时候 然后心里想 说好啊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 我非搞得她个鸡犬 不灵不可 没人这么嫁的吧 所以事实上的人生 面对很多境界 只要我们能 时时不忘 这一颗心 我们把孩子生下来了 我们那一颗 不持劳苦 一定要把他 教育好的心 时时保持 我们时时想着 当时候另一半 完全信任 嫁给我们 把终生托付给我们 那一颗难得的心 我们时时不能忘 我们对对方的 那一份责任 那一份承诺 我们也不能忘 那很多情况来了 可能这一个心提起来 这些小摩擦呢 就过去了 不忘初心 而到了夫家的时候啊 这个公公婆婆呢 是站在客人的那个位置 新婚夫妇啊 从主人的那个台阶 走上来了 一进门啊 先喝浇杯酒 那个浇杯酒呢 是用葫芦瓜 披成的 那个葫芦瓜的肉是苦的 成甜酒来喝 所以我们老祖宗呢 喝东西都不是白喝的 你看这一杯浇杯酒 喝下去的 代表提醒夫妻 从此以后要怎么样 同甘 共苦 而且那个葫芦瓜 是同一个批成的 它本来就是一体的 所以结婚的夫妻之间要 不分 彼此 好 来 大家喝下去 大家之前喝过没有 回去要补喝 喝的时候 心里要想 同甘共苦 不分 彼此 家庭里面太多的冲突 都是计较 不分彼此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你看连称呼都要不分彼此 咱爸咱妈不分彼此 你说你爸你妈 那就完了 那个心里就慢慢就很不舒服了 所以这个夫妻关系 是一切关系的典范了 所以这个时候 要能 同甘共苦 不分彼此 而且 时时 大局为重 要能 掌握情绪 因为情绪不掌握 没事都变有事 小事都变大事了 而这个大局 以为重 我们看到 父慈子孝 那个慈表现在哪 父母的慈爱 就表现在 时时都把最好的榜样 演给孩子看 这是真慈爱 因为那个德行 孩子一生都受用 但这一点不体会到 往往我们都把慈爱 是便留很多钱给孩子 事实上 钱留的越多 孩子没有感恩心 钱会变成祸患 现在告上法院的兄弟 父子 大有人在 所以其实 孩子受父母影响非常大 父母能够孝顺爷爷奶奶 这个孝就传承下去了 父母能够勤俭持家 孩子终生奉行 因为父母是孩子 人生很多里程碑 我们夫妻和乐了 往后孩子在经营 夫妻关系 他时时都想到 我的父母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有一个好媳妇 我们去访问他的时候 事实上他已经是人家的 也是人家的婆婆了 他有三个孩子 两个结婚了 而我们在跟他们家里的人 交流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小儿子还没结婚 就说到了 我小时候一个最深的记忆 是吃饭的时候 家里有十口人 结果那一天只有九颗鸡蛋 母亲煮好了 就把九颗鸡蛋都分下去了 只有一个人没有鸡蛋 谁没有啊 母亲没有了 其实母亲对我们的爱 就在这些生活点点滴滴当中 不是轰轰烈烈 但是却是时时都存在 而且都很细腻 我们只要留心了 母亲的爱无所不在 吃饭 谁先 谁最后吃 母亲 谁先吃饱 母亲 谁最晚睡觉 母亲 谁最早起床 所以真的 这个母爱太伟大了 而当 他的先生呢 看到自己的太太呢 把蛋都夹给大家了 这位先生看得很不忍心啊 马上就把自己的蛋夹给先生 夹给太太 他说你比较辛苦 照顾家里 你吃你吃 这个太太看了又马上夹回去 你工作比较辛苦 你吃了 你吃了 就夫妻两个人就为了一颗鸡蛋夹了素食回合 最后呢 蹬 掉地上去了 而这个小儿子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眼泪流下来 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他父母那份恩爱啊 深深映在他的心里 那还用教他如何夫妻相处啊 他一知道父亲是这么做的 那我还差得远 他马上就是要求自己啊 夫妻相处 做人做事 父母都是孩子的里程碑 而有一个七岁的孩子 他有一天看电视啊 刚好演那个古装戏 夫妇相处啊 看了一段时间啊 突然呢 他就跟他旁边的妈妈讲 说妈妈 他们不是夫妻 就妈妈很惊讶 这个现在就是演夫妻啊 他们是夫妻啊 七岁的孩子说 不像 因为那个演的都是相敬如兵啊 所以孩子说不像 代表孩子觉得什么时候像夫妻啊 什么样子像夫妻啊 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为什么大草要三六九呢 因为发完一次脾气 要调养两天才能恢复 所以这个是暴怒伤肝 所以教育应该是 实时上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 所以七岁孩子 他就觉得 这个大草三六九才是夫妻人 那他以后会幸福 所以后来 又有一天啊 刚好他母亲打电话 打完 一挂下来呢 孩子在旁边马上说 爸爸打来的 听语气就知道爸爸打来的 所以代表呢 跟客户啊 跟朋友讲话的时候呢 轻声细语 哎呀 今天跟你聊天真愉快 改天一起喝咖啡 拜拜 这是跟客户朋友讲 可能那通电话讲的是跟先生讲的 哎 烦死了 你有完没完 我不跟你讲了 啪挂掉了 所以孩子光听语气 就知道是爸爸打来的 所以慈爱啊 就在时时给孩子做榜样啊 结果妈妈一警觉了 当天他先生又打电话来了 结果他一看行动电话 先生的电话 得要先培养一下情绪 深呼吸一两次 接起来 喂 请问你找哪一位 他先生说 对不起 我打错了 结果过了二三十秒 他先生又打来了 当接起电话 他先生确定是他的时候 在电话那一头 说了一句话 真的是你吗 大家听话 要听到对方的心声里面去 先生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真的是你吗 他的意思是说 太太我的太平日子真的到了吗 所以我们刚刚讲啊 不忘初心啊 结婚绝对不是来互相伤害的 是来互相成就幸福美满的人生的 所以事实上 所以事实上 这一些心境啊 不忘初心 不分彼此 对不起 这个写错了 大局为重 能掌握情绪 能长怀感恩的心啊 这些心境虽然是在夫妻相处当中 但是这些心境都可以用在其他的父子 兄弟 君臣 朋友关系 因为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所以我们在家庭 我们是家长 我们在团体 我们是领导 所以一个家族 一个团体能绵延多久不衰 完全看父母领导者的德行 所对于整个家族 团体产生的德风的影响 所以有百事的德行 就能够百事不衰 所以我们也期许自己 对于家庭 对于团体 都能做出最好的示范 所以也祝福所有人的家庭 都能幸福美满 家到长久不衰 祝福大家的企业 都能长久的兴旺下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